再来转换焦点 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高一主治医师 萧君平和妻子 两年多前呢 买下了医院附近的 一栋三楼的老透天措 要改建成套房分租 但是在施工期间 造成了共邻居的住宅发生 像是漏水 跳电 墙壁 裂掉等等的状况 爆发了违建和零损纠纷 也和邻居展开了诉讼大战 两年多来 萧君平为了当包租公 却惹了一审官司 不少人投资老屋 想要当包租公包租婆 高雄名医萧君平夫妻 也不例外 但是现在却爆出 他们因此成了恶邻居 惹出了一身官司 根据金周刊报道 2021年萧君平夫妻 砸下1275万元 买下高雄三明区的 一栋透天措 打算改建成套房出租 没想到施工期间 邻居成姓屋主家中 不仅壁裂60多处 连杯子都被震落砸碎 噪音还吵得全家难以忍受 而且整个家尘土飞扬 陈南为了清灰尘 还因此跌倒受伤 明依夫妻当时 还和陈姓一家人 签下切结书 保证会赔偿他们的损失 但是随着工程继续进行 隔壁陈姓一家人 是真的无法再忍受了 还搬到外面 住了一年再回来 结果工程品质 依然没有改善 陈南和太太的身心 也开始出现问题 甚至连小孙女 也被吓到 疯狂抓脸 导致流血 2021年7月 陈家要求 萧军平夫妇 停止施工 却遭到对方的拒绝 于是向高雄市政府 公务局提出检举 而公务局也认定 是违建必须拆除 而后方的房屋 违建增建的各楼层地板 都被挖开一个大洞 画面很触目惊心 没想到萧军平夫妇 竟不顾违法 人请包商 复工重建 陈姓邻居因零损 提告求偿 250万元 目前由高雄地院 审理当中 首次开庭 双方人物共事 靖州开也致电 给萧军平夫妇 他们表示 目前已经进入了 司法程序 希望事情能够圆满解决 也会尊重司法审理 那么在这一期的官司当中 陈姓邻居表示 萧医生曾经答应 最后会进行修缮 不过仍然说 一千我是在弃逃 邻居认为 萧姓医生涉嫌 以自己曾经有黑道背景的言语 来恐吓他 于是向他提出了恐吓 以及毁损 而且巧合的是 陈姓邻居将汽车 停在自家门口 多年来都相安无事 近期却忽然被多人检举 拖掉以及开罚单 最终也导致 整条线的邻居 都被检举了 附近邻居表示 知道萧医生 与陈姓邻居有纠纷 并不知道 他们互告什么案件 但大家在骑楼停汽车 也在他们爆发纠纷之后 开始被检举 以及开红单 大家都觉得很无奈 希望能够一起同住的 大家都能够有安全 以及和平共处 对此 萧医生的妻子 则是否认检举 邻居为庭 而目前双方的诉讼 以及检举大战 检察官均认为 不构成犯罪 均不予以起诉 而违禁 以及零损的部分 仍有法院审理当中 好 接下来要看到 我们的国防部长 也就是效力红袜的 台湾好手张玉成 今天他面对酿酒人 不仅有着精彩的双安表现 而且还上演倒壘成功 在守备端的表现 也相当的出彩 红袜中场以12比5 大胜酿酒人 红袜台湾好手张玉成 24日对酿酒人之战 张玉成二级击出 二壘强劲飞球遭截杀 四局同样击出飞球 击球点并不差 不过仍找上手套 七局上张玉成这一次 打穿内野 敲出右外野 平飞安打 八局上再敲安 随后倒上二壘 为他生涯第二道 再靠吉田镇上 满关炮得分 张玉成守备也有精彩演出 面对叶力 骑得强劲滚地球 他迅速滑解 并在重力不太稳的情况下 快速长船一壘 干净利落完成自杀 现场红袜球迷 给予热烈掌声 张玉成生女后气失望 近期战友四场敲安 三度开轰 此意无打数二安打 外加盗雷演出 外媒大赞 张玉成24日不只有手套 还有打击 这正是红袜需要他做的 红袜总教练科拉赛 后称赞张玉成手背就是稳 相当坚固 直言若有好的手背 球队即将有机会赢球 张玉成最近攻守俱佳 他打击手感可以说是真的非常好 对此美国作家也有表达看法 他说红袜有两名好用的工具人 其中一名就是张玉成 并且提到说张玉成的表现 让人感到很困惑 今年张玉成打击轰出三发全雷打 优势在于出色的手背能力 手背率93% 他不是一名好打者 但他总是能打出超过500英尺的大号全雷打 波士顿先锋爆专栏作家富恩特斯表示 这让他感到很困惑 令他困惑的是张玉成并不是 能期待安打或更多上壘的打者 但他在全雷打产量并列第三 让张玉成担任主力游击 真的对红袜有利吗 如此评论不是对张玉成不尊重 但毕竟他不是博格兹 虽然张玉成在手背和全雷打有贡献 但是他担忧无法持续一整季 张玉成最近表现真的非常好 除了这个实力之外 可能还有跟另外一个因素有关系 看来是个好消息对吧 没错就是因为他最近又当爸爸了 那俗话说这个 在这段期间之内运势都会非常好 这句话就在我们国防部长张玉成身上 恭喜他 那另外呢 其实在经典赛表现也很杰出 的沉洁线 他当了爸爸之后呢 更是让全队都脱胎换骨 国防部长张玉成在台湾时间 二十三日面对蜜儿瓦机酿酒人队的比赛中 打出本季第三支拳内打 二十四日又敲出两支安打 值得注意的是 他二十日迎接第二个小孩诞生 俗话说 意思是在结婚前 以及老婆临盆后的这一段时间内 运气会非常之好 张玉成完全印证这句俗语 本季在这之前 他二十六个打数只挤出两支安打 而在这之后的十五个打数 就打出四支安打 包括两支全雷打 就连一望不擅长的变化球 都被他扛出全雷打大墙 升上海灵气果然厉害 中华职棒的案例更夸张 夜上的炮车启动了 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方向的飞球 要来看一下 再见耶 陈洁线 同一市队的四爷 陈洁线二十日打出全雷打后 比出抱小孩和未来的姿势 他十八日当上爸爸 生小孩灵气笼罩全队 手的角度很高啊 所以 这一球 看他们两个休息的时间吧 等不及陈洁线归队 市队打线十八日就犹如醍醐灌顶 以四八拳内打哄下十分 日后的三场比赛持续爆发 掌距拿到八分 更在二十一日狂轰二十二分 生小孩灵气太神奇啦 让人好想喊周星驰电影 九品芝麻官的经典台词 让他生 让他生 接着呢 让我们来看到艺人 鸡排妹郑嘉诚 他在前年的时候 夜会一名保时艰难 遭到镜周刊跟拍报导 对此呢 鸡排妹则是批评 镜周刊侵犯隐私以及肖像权 不过鸡排妹却被抓包 曾经使用镜周刊的影片截图 并上传到自己的IG上面 因此镜周刊告鸡排妹 道徒打广告 而此案遭审理之后 目前也判定鸡排妹 需要赔一万五千元确定 鸡排妹同月二十二日被发现 她在个人IG上传一张取字 镜周刊报导内容的影片截图 隔放后留下自己 左手拉着行李箱的背影 并后置一个箭头对话框 指着旅行箱上面叠的一个包包 要粉丝猜猜猜这一盒是什么 原来图中包包的带口 露出了一盒物品 鸡排妹稍后po文揭晓 这是某品牌的面膜 而发行镜周刊的 精进传媒公司认为鸡排妹 这是盗图擅自重置 借此为面膜产品打广告 侵害了摄影著作权重置 以及姓名表示权 提告鸡排妹需要判赔十万元 并且公开道歉 一审据此认定鸡排妹本案截图重置 不属于合理的使用范围 更没有著名影片图片的出处 影响季中刊日后继续使用 这张图片的经济价值 对此鸡排妹抗辩显然忽略 注作财产权的特性 需要判一万五千元 但不必公开道歉 鸡排妹对此结果不满 提出上诉 不过法院仍维持原赔偿 再来看到香香新闻 这一位是拥有超高人气的 乐天桃源啦啦队女神林湘 和这个新加入的韩国 啦啦队女神李多慧 两个人还没有正式见面 不过在广告市场 却先成为了劲敌 最近有一个连锁饮料店 一开始是指定说 要由林湘来代言 没想到这个李多慧 来到台湾之后 厂商却改口了 希望要由李多慧代言 根据了解 某家连锁饮料店 计划推出夏季联名查款 一开始指定由林湘代言 透过行销公司和林湘方面 有了初步接触 准备是以120万元 邀得林湘点头代言 让林湘代言身价直接冲破百万 但在双方洽谈期间 适逢李多慧从韩国飞来台湾 加入乐天女孩 在全台刮起了一阵旋风 厂商打听李多慧的代言行情之后 发现李多慧因为来台湾试水温 个人代言价码开出40万元 和同样是女神级人物的林湘 价差差了将近百万元左右 因此转向邀约李多慧担任代言人